这就是1957年 明朝万历皇帝定灵的考古挖掘现场 眼前这一幕幕不是电影 而是60多年前真实的考古记录 在整整挖了一年后 考古队终于在地下70米的地方 找到了地宫的最后一道屏障金刚墙 金刚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 带着种种的疑虑期待和希望 考古队连夜拆开金刚墙 归自行开口内的一块块重达24公斤的风气成砖 随后一名考古队原状的胆子进入金刚墙后 发现里面并没有机关案件 此时摄影机也紧跟气负真实记录下金刚墙里真实的影响 只见地下宫殿的大门用整块的汗白玉石雕刻出来 每扇门上都有81颗门钉 此时一名大胆的考古人员用力推门 可门纹丝不动 随后考古队员顺着门扇间的缝起 看到大门被后面的顶门石顶 顶门石又成为自来石 一般放在门的后面 当门关闭时顶门石会随着门的转发的自动路程 正好将门顶住门再也打不开了 可这在专家面前就是小儿科 为了打开大门又不破坏顶门石 考古人员自制了拐钉钥匙 成功地挪动了顶门石开启了地宫大门 随后一个神秘的地下宫殿呈现在世人面前 整个地宫分为前殿、中殿、后殿和左右配殿组车 而从前殿通往后殿的过道上 还铺有一层400多年前的黄复木板 他们是当年运送棺木式保护地面用的 如今木头已经浮血 但上面还留着车轮压过的运气 进入后殿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三口排列在宝藏上的巨大珠红色光 中间这口就是万绿皇帝 而旁边两口就是他的皇后光帝 随后考古对众人一起排起万绿皇帝的关改 蜂拥而至跑到光幕前一睹这位大明皇帝的容貌 只见万绿皇帝被一个黄金绸缎的兽衣紧包裹在下面 最终人类研究学专家根据他的师谱研究得出结论 这位长有帝王之姿龙凤之仪的大明皇帝 身刀太矮了仅仅只有1.64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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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